这段时间网上都有朋友开始给我发信息 说自己种黄瓜或者番茄出现生长点 走到一起不长 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暴龙头 就是生长点不往上长 然后出现了一个瓜达顶或者花达顶这种情况 像这种情况一般是在冬季温度季的时候 根系出现问题了 一般会出现这种问题 但是为什么在这么严热的夏天还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实际上也是因为根系出现问题的 这个根系出现问题不是因为温度低造成的 而是温度高造成的 因为这个根系的发育它也是受温度的影响 你这温度低了根系发育不良 同样温度高了以后它也是发育不良 一般温度你像正常的切果类的温度 一般在28度以下 这个是比较稳暖还是可以 超过28度28度是个集前点 你超过28度以后这个根系都该出问题了 所以说有往他们给我发信息说 你看怎么办啊这个柴哥 我就说你扒下你根看一看 一看扒根根根根没问题啊 所有根根没问题是什么没问题啊 是一看根是白色的呀 很多人认为啊 表示根是白色的没问题 但是并不是说是这样的 而是说你根是白色 但是你看没有根毛 就那一条很单独的一个主根在里面 毛根不发育不长毛根 像这个季节就是温度高造成的 像我们怎么去办呢 第一个呢就是想办法降低这个大喷的温度 室内温度 降低喷室的温度啊 一个是遮阳网 遮阳网要上 两边的风口 包括这个喷两山墙的风口 都要去放开了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如果温度时代太高了 上面架一个小喷淋系统 通过30分钟喷一次 喷个一分钟 循环的喷 在一个温度最高的时候 一天喷几次降温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习惯性 采用地膜嘛 防砸草 降低湿度 那是冬天要干的事了 或者早晨要干的事 到夏天的时候 这个地膜啊 揭开 不然前方下 它这个舌体又散不出去 这是一个最后的办法 就是灌根了 用生梗剂 一般像这个时候呢 你最好也不要去用强制生根的 用海盗酸 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生梗剂 去买一海盗酸 去灌根 刺激的发心根 这样的方法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东西啊 你不管它 你不知道的话 它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你掌握住了以后 实际上它是个小问题 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那就是这个东西啊 就是这个东西啊 感谢观看